5点18分来看天气 我是吴轩彤 今天北台湾的天气 非常的不稳定 北东地区降雨几率都很高 而且雨一下就下了一整天 这是因为东北季风增强 所以整体来说雨是多的 感受上也是湿湿凉凉的 温度上是比较低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台风 你可以看到这银杏台风 对于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 而在明天它会陷入到 一个安行场走的 会比较缓慢一些 但是也是强度因此 而变得比较强的一个地方 所以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它靠近巴士海峡 通过旅宋岛之后 在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一这三天 对于整个东北部地区的降雨会提高 而且不排除部分地区的雨 会来得比较大 我们来看明天的天气 明天同样是受到 这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在北部地区 温度会下降一点 而在温度部分 高温可能一整天 都不会超过25度 而在低温20到21度 感受上一样是湿湿凉凉的感觉 而在中南部地区高温 也不会超过30度 所以在中南部地区 这一波的东北季风 也是有降温的 但天气大致上来说都还不错 也因为温度不高 所以热力作用发展起来的情况 不会到特别的容易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未来一周的降雨状况 你可以看到在礼拜二 礼拜三天气形态类似 甚至到礼拜四呢 雨也都还是会有在东北部地区 但是到了礼拜五之后 雨会变得更多 雨之所以变得更多 是这台风的外围环流 再加上东北季风 所以产生的这符合效应 也可以说它是公办效应 所以在宜兰 大台北地区 山区 以及在七龙北海岸 北花莲呢 都容易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 不排除是大雨 等级以上的降雨 而且下的时间比较久 甚至会拖到礼拜六 礼拜日的时候 都还会持续的下 最后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温度 你会发现呢 这几天的温度 都比较冷一点点 因为呢 东北季风影响的时间是长的 从礼拜二一直到礼拜五呢 整个感受上 无论北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的温度 也都是下降 甚至在礼拜三 礼拜四的时候呢 北台湾的低温呢 有机会只有 只剩下二十度左右 甚至在竹苗地区的温度 还会来得再更低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 这几天呢 要适时的留意 这温度上面的变化 而在中南部地区的高温部分呢 也会因此而下降 但是到了礼拜五之后 温度就会因此而回升 各地高温有机会又占到三十度 尤其在中南部 而北部的高温 大概落在二十五到二十七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